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二哥 夫人哪 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 包不包括我呀 你呀 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 还让我倒贴钱 夫人辛苦了 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 话都说出口了 也只能认栽了 正好 二哥 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 坐过去 那你不是常吃软饭呢 加斯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谭轩林 你不要以为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 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 晚辈不敢 你小子 口口声声地说被老子着想 你当老子是三岁的小孩吗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 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老婆 妹妹 三条小命全攥在老子的手里 你胆敢再给我玩花招 小心 我让你们全都有来无回 都军 我当然相信都军的能力 一定会让我们有来无回的 我倒胆问您一句 您想不想让徐伯军 也有来无回啊 明大城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都军放心 明天就是他的死期 奉高等审判厅之命 岳城都军徐伯军 滥杀平民 伪造证据 罪名成立 即刻予以逮捕 小二 你抓人了 长官 这位长官 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 你们无权插手 这里是岳城会馆 是岳城客商 在北京的落脚之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侨民 怕是有人想欲盖弥彰吧 裴都军 这个人很像徐伯军啊 哦 偶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